不過我們說到一隻猴子救PC 我們看到還是要請教永年哥 那回答到底這一次 還能不能夠一人救全村 這個我們這樣講 不管他是不是能夠一人救全村 可是他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 因為我們看到美國股市 其實在之前 大家都知道就是七巨頭 對不對 這高科技股 S&P5指數就是七巨頭帶上來的 可是現在其他的六巨頭 都開始有一點點的 變得比較溫吞了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在等 整個華爾街都在等 回答的財報 對不對 他財報一出來 如果是超過市場預期的話 美國股市就有機會 開始再度 而且現在都希望可以超過預期之外 還要超過很多 沒有錯 可是他有一點點的問題 那麼對 我們怎麼說 其實這個禮拜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回答的財報 其他的我們都可以以後災說 都會小事情 那怎麼說回答的財報 現在看一下 他第一季的營收的年增率 是262% 那預估第二季的營收年增率 是112% 好 OK 好 絕對值 他還是成長的 而且還是翻倍成長 對 還是翻倍成長 可是 你跟第一季比就不行了 對 剩下一半了 對 成長趨緩了 對 這就是我之前講的 他們現在要從第二季開始 要進入個高原期了 那第一季的營餘這更可怕 第一季是年增率628% 六倍 那到預估第二季的營收年增率 大概是139%而已 這差更多 是不是 就差更多了 成長幅度差更多 對 因為其實像這些法人 他們看 他們不是看絕對值 他們最主要還是要看這個 他的年增率的比率 就是你第一季 第二季比第一季怎麼樣 那如果說你這個第一季 年增率262% 第二季的營收年增率300% 這個很好 對不對 否則的話 他們會比較 有的人可能會就比較拋棄他 基期這麼高 你要他再有更大幅度的增長 感覺難度很高 財報不如預期 但是我對未來展望很好 財測很好 沒有錯 有沒有機會 那個還更重要 那個比財報的結果還重要 所以要怎麼去看 他的這個財測會不會好 他其實就看這個亞馬遜 他這些大客戶 他們如果這些大客戶 他的這個資本支出 他說我第四季 或明年的第一季 我會增加 那就表示 他們要買 他們還要繼續的大量買 這個輝達的晶片 所以這一點來講的話 也會讓輝達的股票 股價大漲 好 輝達對整個股市來講 真的太重要 當然輝達好或不好 也會影響到我們 那當然這是一定的 因為輝達現在也已經變成 這個台積電的這個大客戶 主要客戶之一了 所以他大好壞當然是有差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 其實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2030年 這個台積電 他現在不只是在台灣 一直在擴廠 對不對 他現在是全球在擴廠 有沒有看到那個日本的 他們的軍手還來台灣 就是說希望你能在我們再蓋第三個廠 對 除了在日本還有德國 美國 對 美國也希望他再增加蓋廠 德國他更是積極 所以對於台積電的這些供應鏈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 他們現在的表現已經非常精彩了 而且這種旺盛的情況 還可以一直延伸到2030年 所以我覺得這些概念股 真的可以注意 像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到 今天這些概念股 幾乎每一檔都是漲的 幾乎每一檔都漲 而且像什麼軍豪 什麼還跟你漲停板 對不對 即使大家比較有一點疑慮的 像星雲 今天的漲幅也很大 然後我們看他們的基本面 你看第二季的EPS年增率 都是雙位數 大部分都三位數了 對不對 然後7月份的營收還是一樣 持續的成長 所以我們看一下個股來講 但是這些裡面 這些族群裡面 有哪些是比較真的可以特別留意的 我是覺得幾乎每一檔都可以 為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 現在很多的電子股 尤其像是AI伺服器這些 他們的位階其實相對的低 對不對 可是你去看 台積電的這種供應鏈的概念股 每一檔的股票 幾乎每一檔股票 他們的位階都非常的高 創新高 創新高 你知道嗎 這樣子還可以再繼續佈局 可是他們的量價關係都很穩定 籌碼也非常的穩定 它基本面又好 有前瞻性 所以你看一下像智盛 智盛它是做COAS 設備的它的毛利率因為本來就很高 所以超過平均水平 所以有助於它的營收的 這個盈餘的成長 那麼而且它這個七月份以來 三大法人合計買了5821張 它今天的股價再創了這個歷史新高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在昨天它流了長長的上影線 然後量增流了長長的上影線 收黑K 開高走低收黑K 大家就會想說 你再創新高 然後還出量收黑K 是不是表示你才出貨了 今天不囉嗦 直接量縮拉到漲停板 給你看 就是其實昨天是換首量 所以這支股票我覺得 應該還有高點可以值得期待 再除非出現了大量不漲的情況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謹慎一點 至於說加登也是一樣 加登你看 它今天直接拉上去 然後成交量出來了 它在之前都是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 量價配合表示籌碼非常穩定 不過它今天流了一點上影線 今天盤中有碰到漲停板 可是收盤的時候沒有收出 最後沒有收漲停 沒有鎖在漲停板 然後你可以看 六月份以來 外資買超1.1萬張 在從7月8月 你看外資一直在倒股票 結果他還買他1.1萬張 所以你就知道 像他們的這一些的 這個基本面很好 技術面的籌碼面 也都很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不要怕買貴 那要看的是什麼 以後它還能漲多少 這些股票 我覺得可以持續的觀察注意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再說這個技術現代令之後 現在房市是不是開始 會出現一些震盪的情況 不過土地交易卻又開始活絡起來 以7月份來講 是創下了49個月的新高 建商開始去強買土地 是不是代表對於房市 還是非常看好的 會到財報幾張出爐 加上9月有半導體大獎 我們要請教永年哥 這對於部分的AI供應鏈來說 是一個雙利多的題材 對 沒有錯 其實這個AI供應鏈 自從去年5月開始 大家就開始對他們 非常的注意了 對不對 可是走到現在 大家想說 他們的題材 大概也用得差不多了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AI概念股 他們在這個時候 有的正在潛伏 有的其實已經有表現了 我們是認為說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28號的回答 他公布財報之後 如果回答能夠上來的話 我覺得會把這些AI概念股 再帶上來 因為之前種種原因 造成他們的股價 其實並沒有很理想 可是這一次 我們就看這一次了 有沒有辦法帶上來 那麼其中 這種老牌的AI概念股 我們就先不提了 我們今天就看一下 比較新出來的AI概念股 第一個看台光電 台光電它是在做什麼 它做像GB200這個機型裡面 它做的運算夾的材料 那麼這個材料 只有在世界上 只有斗杉跟台光電是供應的 它是為二的 對 為二的 可是斗杉的技術 又比台光電要來的差了一截 所以它這個占了很大的便宜 好 可是它的股價 現在是在什麼 在月線跟季線之間盤整 一直在盤整 它沒有量 對不對 它現在唯一要等什麼 成交量 成交量如果出來的話 占上了季線的話 它還會有很大的表現空間 所以它就是要等這個量 可以補上 對 就在等28號 29號 然後我們再看茂蓮 茂蓮這支股票就很有意思了 它本來是所謂的電動車